妈 出事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叔叔 你能告诉我 你把叶景喜怎么着了吗 我能把他怎么样 你真以为你叔叔是个杀人狂吗 你放心 他好好的 很快你们就会见面 至于你 只要把美国的检验报告的原件还给我 我就成全你们俩 我会取消我跟叶景宇的婚约 所以我没说错 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女人 你永远都可以把任何事情 当作一种交易 叔叔 我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的 如果你不请下 我立马攻读于众 你信不信 我说你小子怎么一根筋呢 你想过吗 如果我现在断然停止 任志宝的生产 那我几十年那加美集团怎么办 几千名员工怎么办 他们面临的下岗事业 这些你想过吗 你说句老实话叔叔 这些我都想过 我也知道你的苦衷 但是你那只是区区几千人 可任志宝吃了以后 什么反应你应该明白 多少人要受害 你想过没有啊 好吧 我答应关掉任志宝 但不是现在 一旦任志宝的生产成本收回来 我就关掉美国的领导 满意了吧 不 我要的是你现在就关 雨晴江 你不要太过分 我去找你 静怡 静怡 我想起来了 资料在哪儿 不是资料 不是资料 静怡 你父亲有没有跟你说过 什么很奇怪的话 奇怪的话 对 无论小龙以后怎么样 我后的那个项链 千千万万可以丢啊 一定要记住 项链 我想起来了 是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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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警察 警察 那行了 警察 Entscheidung 对 practitioner 给 晴晴 别犯糊涂 把东西给我了 咱们万事皆休 若我现在逼你清楚 你听我说 咱们带着这个 我跟你一起去自首 你能少怕好多年 我不会害你 你信我 晴晴 给他吧 我答应过他的 把东西给我 不敢 给我 不 叔叔 你干吗 你走开 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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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撐住 你没事的啊 晴晴 你去撐住了啊 拜 拜托了 来吧 你来 护士 护士 怎么样了 医生出来不下去给你解释啊 医生出来不下去给你解释啊 你来 你来 不要急 正在手术 手术了 不要急 不要急 大夫 谁是病毒家属 大夫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 病人现在情况很不好 太阳穴受到严重撞击 导致脑膜逐动脉破裂 我们会尽力强调 你们家属里也要做好心中 怎么会是这样 没事啊 阿姨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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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这样 不会有事啊 阿姨 这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你没收到我信息啊 是啊 什么信息啊 我手机没电了 怎么了 先别说这些了 这是太危险了 你先走 我说什么呢 余金已经把隐情的事情一笔勾销了 我天 不是余金的事了 现在法院传票都到了 说不定是不是警察就来了 什么 余金向我们保证过的 他能摆平一切啊 这事余金已经解决不了了 爸 这是什么 这是人质报检测报告的原件 我想我应该交给你 爸 爸 自从妈走后 您就一个人带着我 这份苦 我心里非常的明白 所以从小到大 我都听您的话 您要求我去做的事情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一个步子 爸 我爱您 所以我一直都想为您做点什么 这宝的事已经这样了 如果您珍惜悔改 我把一切都揽起来 我去自首 别说傻话 爸 您岁数这么大了 您经不起这些折腾的 这些事情 我自己会去承担的 没事 没什么事 我自己在这儿拯救吧 让我自己在这儿拯救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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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人质报 对人体的肝脏损害极大 我们必须立即停产 并且向全社会做出公开道歉 你儿子也想把投资房地产 从头至尾都是我说的圈套 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 如果你再这么顽固不化 我会把你的罪恶 砸到你两个女儿身上 你这个臭 你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为了跟我结婚 你可以对秦江做出任何事情 滑解公司 您不用还给我了 我不能为了复仇 伤害到余青江 我求你 您就放过余青江和叶静怡吧 是你那屎屈屈几千人 客身之宝车里落 什么反应你应该明白 师傅 你干吗 你走开 什么 叶静怡受伤了 什么 我叫你 好 uf 买一秘书吗 是我 你马上帮我订一张去美国的机票 对 我要亲自去处理一下任志堡的事情 自己做的事情 总得自己去承担吧